這裡是香港電台 《民間故事》 《施工案之十一》 《碧玉三星》第八回 是由何楚雲編導 蘇婷之編劇 劇中人 由歐聰飾演施工 王兆強飾演陳文亮 楊麗鮮飾演李王氏 洪德成飾演刁祖謀 陳炳球飾演王福 李學斌飾演王天霸 《施工案之十一》 《碧玉三星》第八回 現在開始 《零負》 《捧玉三星》第八回 你別這麼傻 老爺又不在, 它還沒有搞清楚 你千萬不要輕生 沒錯, 如今又找不到老爺 少爺只有一帥 妇人哪偶然你這麼引心離開他? 不是 錢財是身外物 說不定過一兩天 老爺就會回來 夫人 千萬不要做傻事 是呀 李夫人 還是等這件事搞清楚再算 沒錯 李夫人 柳兄說得對 你要三思而後行 不過如今 大家訓屬街坊了 我們都很關心李老爺 夫人 我們可以請街坊鄰居幫忙找老爺 是呀 好呀 好呀 我們是意不容辭的 我們一起去找李老爺 夫人 你看 大家都答應幫忙找老爺 那你可以放心 如果三天都找不到 我們再想辦法 各位街坊 你們這樣幫忙我 我很感激你們 我也不知道如何補答你們 這些小事算什麼 你千萬不要客氣 沒錯 李夫人 不要客氣 你放心 我們會找你老爺 沒錯 沒錯 總之大家給我的恩惠 我是不會忘記的 陳兄 陳兄 不要說那麼多 好呀 我們一起去找李老爺 快去找她 快去找她 怎麼樣 嫂子 今天就是第三天了 你是不是又要對我說還沒找到丈夫 你叫我回去再等幾天 是呀 丟大爺 這件事實在出於無奈 我都不想麻煩你 不過 唉 不用不過 唉 不用不過 除非你馬上給我二百兩銀 怎樣 我哪有這麼多銀 沒有銀就押大屋 你丈夫收了我二百兩 你交這間大屋的屋契出來給我 我就可以 不行的 不行的 怎麼到你不行 你想怎樣 好呀 看情形我一定要去衙門告官 不要 丟大爺 你真的要去告官 好呀 你不用說了 再說我也不聽 我應該給你了限期 如果你再叫我等幾天 沒辦法 我如今去請人社長 明天在衙門見 丟大爺 丟大爺 你多負貪幾天 丟大爺 不過那個丟大爺 這麼沒人情味 平日就跟老爺鬼這麼客氣 見親人都打招呼 如今就反面無情 福嫂 你說這件事怎麼算好 夫人 我也是女流之輩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夫人 這件事你不用急 不急 如果丟大爺 真的去縣牙 告你 你不敢上公堂 奴才願意代你去 阿福 你…你代我去 是 夫人和老爺 平日代我們這麼好 這件事 說起來 都是我不好 那就由我去 是呀 這件事 無論我們怎麼樣 我們都會幫你 夫人 你放心 那怎麼行 見官不是說玩 可能要坐牢 不要緊 夫人 你不用怕 我去到衙門 不只會跟那個雕組謀對質 我還會告他把我們主人拿藏 反為誣告狀騙 對了 對了 你這樣說就最對 好 我們還可以請袁太爺 勒令他交回老爺出來 是呀 這樣也好 阿福 是 你說起來 就提醒了我 甚麼 提醒了你 夫人 阿福 你那天沒有送老爺去到道頭 出門沒多久 你就一個人回來 是呀 夫人 那會不會正如你所說 是那個雕大爺藏在我們老爺 全心灌騙 是呀 雕組謀那些人 真的甚麼都做得出 就算是事實也不奇怪 好了 總之這件事 就包在奴才身上了 夫人 這件事如今越搞越大 看來一定要去通知夫人梁家才行 是呀 是呀 阿福 是 那你就快去我外家 把這件事對我外家的人說 阿福 這次幸好你想到這個主意 不是這麼說 那好吧 我會出去出回的 夫人你放心 快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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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事我會照料的 那我去吧 我去吧 福嫂 什麼呀 夫人 我都覺得很累 我回到房間休息一會 都應該的啦 夫人你睡一會 夫人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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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呀 你真的回來了 老爺 我回來了 老爺 怎麼會全身盡濕 好像從水到走出來 那樣 老爺 怎麼會這樣 夫人 我會不聽你的勸告 只會做人獨首 老爺 老爺 你 你說什麼 夫人 我死得好慘 你 我死得好慘 老爺 希望你念在劍法之情 待我生於 呼辱懷疑 就算我在九泉之下 都會感激你 老爺 難道你真的不在人世了嗎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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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害你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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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 難道老爺真的遇到不差 方才是他的靈魂回來見我 夫人, 幹甚麼, 夫人 夫嫂 甚麼事, 為甚麼你哭 夫嫂, 老爺已經死了 甚麼 老爺一定死了 老爺被人害死了 老爺被人害死了 所以見到老爺便哭起來 夫嫂, 剛才我見到老爺 你見到老爺? 是老爺的靈魂回來向我報夢 夫人, 別這麼傻 大概你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不是, 他清清楚楚地走進房間 全身盡濕 他還告訴我 他是被人殺害的 他要我代他申冤 真的? 是, 是真的 老爺, 方才的夢境真的很實在 一定是老爺的靈魂回來報夢 夫人, 老爺回來了 阿福, 回來 阿福, 你進來 阿福, 阿福 夫人, 有甚麼事 你回來就對了 夫人剛才跟我說 阿福, 說發夢見到老爺報夢 老爺說自己被人害死 叫夫人和他申冤 是 真的? 真的, 一定是老爺陰魂不滅 只會在今晚回來見我 老爺, 他真的回來報夢給夫人你 是, 是真的 真是不出老財所料 老爺一定是被那個雕祖謀 貪財起心 在外面謀死了他 是, 我也是這樣想 夫人, 等到天亮 老財陪你去衙門告他謀財害命 好 我先把握壆 bout 好 乘黎 有 帶激古人上課 生命 快跪下 大老爺, 激古人就是這個婦人 她在外面激古之時 還厚夫冤枉 大老爺申冤, 求大老爺申冤 夏季婦人 本官看來 都是個正經人家的女子 你到底性甚名碎, 有何冤枉 快去重實說來 回稟大老爺, 小婦人李皇氏 丈夫叫李成仁, 住在板舖 小婦人的丈夫 一向以受賣官嚴為業 為何你如今要來激古名冤 回稟大老爺 知恩五日前, 有鄰人雕祖謀 前來小婦人家中 和小婦人的丈夫 喝酒譚天 酒過三杯 她就想和小婦人的丈夫 前往徐州販賣籌段 小婦人的丈夫 素來中後爽直 當時就答應了她, 說和她合本 還約了兩天之後董身 到了董身當日, 天還未光 小婦人的丈夫 就帶銀兩出門 李皇氏 在 你丈夫出門的時候, 你在不在場 小婦人當時是在場的 因為那個雕祖謀約夫出門 說越早越好 還約定在道頭等她 及至小婦人的丈夫出門之後 小婦人還以為 她一定是和雕祖謀去了徐州 誰知到了中午時候 雕祖謀就忽然來見小婦人 她說要找小婦人的丈夫 還問小婦人的丈夫 為何要擔閣時間 這麼晚, 這麼晚都不去道頭 好, 你繼續說下去 是, 當時小婦人聽見她這樣說 就覺得很奇怪 於是我就告訴她 我丈夫在天美光之前 就帶銀兩去道頭那裡 怎會說還未去呢 那那個雕祖謀有什麼反應 當時她就說真的不見我丈夫去 那小婦人就說 難道小婦人的丈夫走錯了路 但是雕祖謀又說 由小婦人的家中去到道頭 是一條直路來的 都不會走錯路的 由板鋪到道頭 是一條直路 照計算是不會走錯的 那結果你們談得怎麼樣 當時小婦人都感到疑惑不解 就唯有對她說請她先回去 等小婦人的丈夫回來 再叫小婦人的丈夫到她家中 誰知當日一直等到晚上 都不見小婦人的丈夫回來 李皇氏 在 那你又記不記得 當日你丈夫出門的時候 是什麼時辰 回稟大老爺 當時是人太史婚 小婦人家中的伯人都記得 那你丈夫是一個人出門 還是大同家人 回稟大老爺 本來當時天還沒光 小婦人就叫家伯王福 送小婦人的丈夫去到道頭 就叫她不好送自行返家了 誰知有那天起 小婦人的丈夫 就一去不回 起初 小婦人都私以說夫立心不良 騙了人家的銀子就躲起來了 所以就請她說夫立心不良 請求雕組謀寬限三天 請小婦人將丈夫尋回 再跟她理論 對 這樣做好合情合理 幸好後來得到街坊幫忙 跟小婦人去尋找丈夫 可惜找遍整個縣 都找不到小婦人的丈夫 那說法她真的失蹤了嗎 那她會去甚麼地方 你又有沒有找清楚 回稟大老爺 小婦人又怎會不找清楚 小婦人為了這件事 一直都很擔心 想不到昨晚 大約是三更時分 在夢境 竟然看到小婦人的丈夫回來 她全身盡濕 她全身盡濕 好像是從水裡走出來 那樣 她對小婦人說 後悔不聽小婦人的說話 只有龍城慘事 還祝福小婦人代她申冤 小婦人聽見她這樣說 正想問問她是被誰害死 誰知道 忽然有一陣陰風 這樣就不見了她 有這樣的事嗎 李皇氏 在 你有沒有說謊 回稟大老爺 小婦人句句真實 並沒有半句謊言欺騙大老爺 好 諒你也不敢 你繼續說下去 是 是 當時小婦人就驚醒了 故此 就思而絕夫是被雕祖謀財害命 所以今日冒死前來 求願太爺申冤 這件事就是這樣了是嗎 是 你有沒有大備壯子 回稟大老爺 小婦人也讀過幾年書 這張訟紙是小婦人連夜寫起的 引來 請上訟紙 知名 請大老爺過目 大老爺 外面有一個人遞上一張訟詞 說要求大老爺評理 大老爺 就是你手上那張訟詞了是嗎 是 大老爺 請上來 知道 請大老爺過目 原來這張是雕祖謀的訟詞 他又要來控告李成人恩財串騙 力圖無蹤 請求本院主持公道 好 引來 進 告狀人如今何在 很想大老爺 告狀人如今仍然在門外 你帶他進來 站立一旁聽後本院審問 領命 李王氏 小婦人在 方才你說 你丈夫曾經託夢給你 叫你替他申冤 但是你丈夫也曾經說過 後悔不聽你的話 究竟事前你對你丈夫說過什麼話 快說出來 回稟大老爺 那次雕祖謀到小婦人家中 與絕夫談話之時 不知道為什麼 小婦人就覺得 雕祖謀這個人不可以信任 加上她平時的行為 又是個奸險之人 所以小婦人就勸絕夫不要跟她合本 有這樣的事嗎 對, 因為小婦人的丈夫為人老實 我怕絕夫鬥不過她 怕拿了本錢出來就收不回 麥芭博 What Are You 剛才一節 民間故事 事公案之十一 碧狗三星 第八回 是由何楚雲編道 蘇婷之編劇 現在已經以播放完畢 中文字幕——YK